我太太是因為她令我很滿足 所以我就會很有動力去做更多 即是每一次都說I love you I love you 應該說是起碼 是很多樣的滿足 這個是起碼 很多的滿足是什麼呢 譬如她有一件事我做得好 她笑得很開心 她是真的從心底發出 我亦知道她是很深深滿足 因為她有時說我發過夢 她見到我在夢中就很開心 她在夢中都是同樣的表現 即是會看重關係到那個程度 她是會有很多心思 做一些很微細的事情 有很多樣東西 即是時時都有的 是表達她怎樣看重我 表達怎樣享受那個關係 在她來說是非常自然的 這個亦都令到我有個動力 因為她第一她享受 她又不給壓力我 她又表達出來 她又有各方面對我的 即是她知道那件事我喜歡 她就會通常都… 即是她會很努力去做在我身上 即是她會很努力去做在我身上 即是她這些令到我很有動力去 在關係上更加結合 但我都說這不是我自然的傾向去到那個程度 但因為我看得到她這麼好 又這麼輕鬆 所以我又會有動力去做 即是會有動力去用時間 用動力去建立關係 或者溝通到那個程度 但依然男和女始終是有個分別 所以有些是我頭腦上明白 但我自然的傾向未必會想到這樣 所以有時都是她提醒我 所以我會這樣做 我亦都珍惜 所以很想她的關係保持這麼好 所以我就會這麼努力 事實上 這樣的時候她是很全心放在關係上 就很全力支持我 即是對我原來都是很好 我知道當一個太太不覺得丈夫好的時 就不會對她這麼全心全力 即是會有很多保留 對丈夫會有很多保留 我亦都在這個過程中 我是體會到女性的心腸 體會到人的感覺 人的需要這麼多 即是是幫我成長的 其實我們都同樣 應用在神的關係都會很明白 為何神想我們的關係 但神是想我們去到很密切很密切 是很高度的 可以說神的要求比太太更高 神是想我們跟她的關係極度密切 這個是神的心 你越密切就越進入一個狀態 你更加想更密切 即是這個人在我同清神的成果 你會不想停 如果你跟那個關係去到那個程度 你會經常都想在那種關係裡 這也不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總是想靠自己多些 但是當我們知道神這麼美善 所以我們就有動力去更加建立這個關係 當我和太太的關係一直有信心的時候 我當然有很多回報 即是每一天都很開心 肯定會讓我一個人自己做事 例如我自然地說 如果我自由發展 可能我打球比現在多很多 這是自由發展 但是我打球多些 並不會建立關係 現在關係好的時候 可以說每一天都是這麼享受的 我又覺得是非常好的 當我入了這個關係 我覺得是好 雖然這不是我本身的自然的傾向 但作為太太當然喜歡我 不只是頭腦上覺得好 而是真的喜歡 我都會說我現在喜歡了這個關係 因為在起初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是否一樣東西都要賴到關係呢 不一定要賴到關係 但我現在更加體會這件事 所以變成我調教 我就更加放重在關係上 至於有很多太太說 丈夫都不是這樣的 那怎麼辦呢 你的回報是會令到她 她會想對你更好 就是你的回報 而不給她壓力 又給她空間 她做什麼事你都欣賞 你都喜歡 這樣她是會歡喜 她會覺得無足 這樣她就會有更大的問題 其實 第一個問題問你 你知不知你丈夫喜歡什麼呢 你知道她可以掩一頭 知道她可以掩一頭 知道她可以掩一頭 但她很像是鬼人 這也是神吩咐我們的 我想你講 就是保羅所說 太太的身體是自己是丈夫的 有很多太太就不太願意 因為覺得 是好像 要令她開心 真的不太有動力 但當是這樣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 她會覺得 你是 敷衍我 你都不是真是想 你都不是這麼體重我 這件事我都覺得 我想你講到是性的關係 都是神 他創造這件事 一個原因就是 唯一有後代 第二個原因我覺得 都是神賜給人 這件事 可以為 就是可以幫助到關係 不能夠單靠他 不過是有幫助到關係 但有很多太太 實際上 是會不太願意 覺得她又對我不好 所以就覺得 好像很委屈 好像不想 但又要做 那種感覺 她就會覺得 她會覺得 她會覺得 丈夫就覺得 你都不是真的喜歡我 丈夫呢 很多時候她 interpret 你愛不愛她 有時候是看 你願意的心 這個是事實上 男性是傾向於是這樣 男性是真的 她的性質是這樣的 你明白 男性是 將這件事看得很高的 男性有性的關係 不代表她愛人 她只是想性的關係 不是代表她愛那個女人 有時會愛那個女人 有時會愛那個女人 慢慢有時會愛那個女人 但她有性關係 她可以 如果說得最差 她可以一晚一個女人都可以 每個晚上都不同的女人都可以 總之人和她有性的關係就可以了 這個是罪 這個是罪 但是我只要讓你知道 男性的其中一個等質 我又問得直一點 嘩 如果這樣的話 太太又說你簽起來 我怎知道你真的喜歡我 所以這個關係是要建立出來的 應該這樣說的 為何寶羅提及男性 男性的傾向是不太愛的 女性傾向是會愛多些 她對父母也愛多些 父母也愛多些 兒女也愛多些 這個是女性的傾向 男性愛很多時候是要學回來 女性有個父母很多時候會自動關心她 看得到的 譬如我在醫院見到 老人家有病 那些女來是多很多的 兒子來是少很多的 然後有丈夫 那太太緊張的丈夫 是多很多的 丈夫是沒有那麼緊張的 就是 神創造女性她很體重關係 所以她很自然地有愛 男性的愛 如果她的媽媽對她有很多愛 有時候她感染到 她就會懂得愛 有些 她的媽媽對她有很多愛 但如果她的媽媽對她有很多要求的兒子 她不太懂得愛 男性愛 很多時候見到有入 或者太太 戀愛的時候 為何她這麼願意愛 就覺得太太對她很溫柔 對她很好 於是她就會 忠情 喜歡太太 愛太太 但當她發覺結婚之後 就開始變樣了 有一個很溫柔 好玩的女性 就變成一個很長氣 很暗沉 要求的女人 她就開始覺得 沒有興趣了 她覺得是很難愛的 但是 女性就算她的丈夫不太好 她都緊張她 她都會關心她的東西 關心她的食飯 關心她很多東西 除非她真的令太太太非常反感 她的愛就會減少 但如果丈夫是有一點好 那女性的愛依然都存在 但男性呢 不只會说 結婚了 她是因為愛 會她的愛 她是因為喜歡 喜歡 就是如果你有些好東西 我喜歡 喜歡的樣子、身材、性關係 這是事實,不是因為愛所以結婚 她想有子女,有個太太 在拍拖時喜歡,有個女性可以靠著她 她喜歡,為何有英雄感 她覺得自己很偉大 她有種滿足感 這種感覺,如果太太對她很溫柔 她會喜歡她更多 她會慢慢生出愛 她會想保護太太,想對她好 但如果太太暗沉得多 她開始會厭煩 男性如何生出愛呢? 第一,太太對她好,引導她 以致她會願意改變 第二,因為她信耶穌 耶穌教導她,她好愛太太 所以她改變 或者輔導的時候,輔導員引導她 在我輔導中,我都發覺是這樣的 很多我輔導的人,她都是傾向於丈夫 因為太太要求,所以她做某些事 並不是很想去做的 不是很想跟她溝通 不過太太要求,有些比較乖的丈夫 她就會跟她聊天 但是有些不太乖 她覺得不理她 湘先生,她在想 是真的男人不懂愛 男人不懂得表達她的方法嗎? 她的愛是有的 可惜地,她愛她的子女 有時愛多於她太太 她覺得她喜歡那件事 她愛多些 她覺得她很服她 但太太不太服她 要求她 但男性有愛的表達 會覺得賺錢 照顧家人,保護 覺得是愛 肯定跟女人的定義有不同 因為她覺得 我沒有跟你聊天,幫我賺錢給你 我都照顧你 你有什麼事我會保護你 那就是愛 她會覺得這是愛 如果我們跟神的關係 就不太憑愛的定義 例如有個人說 我愛神 因為我都奉獻給你 我都回教堂 她會覺得做一些事務 但男性有沒有愛 是有的 她怎樣呢 那個女朋友 她真的愛多些 她因為覺得她可愛 她會想保護她 如果有人想欺負她 她會立即很強烈保護她 那種愛式的心 保護心是會強的 但當她發覺 對方開始暗沉 囉嗦 有時她暗沉囉嗦 她和其他人吵架 她又吵她 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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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太長氣 她開始那種愛 是會減少的 所以她的愛 是需要她有一種 維繫 就是如果她 太太令到她 覺得很舒服 她就會想保護她 她會想做一些 有她的歡喜 可以墊心 有些是會 但她老的時候 有時也會這樣 有很多男性在婚姻裡 她是會因為 自己婚這麼多年 有這麼多子女 也免得 不要想起其他女性 在老的時候 會傾向於這樣 但在中年的時候 就未必了 如果你令到她的歡喜 她就慢慢喜歡你 開始的喜歡就生出你 當她覺得你 陪她 陪她 其實當你老的時候 不是身形 最重要 而是 其實 男性最體重 最體重的女性是什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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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男性 是 是 男性普遍的情況 剛剛 這個 這位 太太 覺得 會擁抱丈夫 是會令到她 歡喜 因為她覺得被體重 她 用她的身體接觸 來表達她的歡喜 笑她 拍下她 愛她 她 她是會覺得歡喜 覺得你喜歡她 當然 這件事不是 每個夫妻認識一樣的 我知道 有些太太 其實 就算是一個普通的擁抱 普通吃一口 那是否有什麼 這麼難做 是不難的 不難的 不過 她覺得 因為不喜歡丈夫 覺得她 不做得夠好 於是就不肯 但不肯的時候 丈夫更加覺得 太太不屬於自己 她的心 更加不在關係上 當然 男性 其實也有些男性 是有愛的 但你會發覺 有些男性 她會愛全歡欣多於愛太太 因為她被神推動 她幫助有些人 可能喜歡愛太太 因為那些人沒有貧窮 很需要 有些人會去幫人 為甚麼呢 她覺得那些人 有需要 我幫完她 她們覺得很開心 她有一種成功感 如果太太 愛她 然後她又好好反應 她就會覺得有成功感 她的動力就會強 應該說 男人不喜歡太太 像另一個男人一樣 很強勢 很強勢 在她家裡 她就會覺得 你是另一個男人 雖然你的樣子 是另一個男人 其實是另一個男人 但如果女人 又覺得 歡喜她 倚靠她 她是覺得歡喜 通常來說 我不是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 沒有那麼強勢 她是覺得歡喜 為甚麼會做一些事情 她會歡喜 或是平背一些 即是輕鬆一些 男士也喜歡輕鬆 玩一下 輕鬆一下 笑一下 講一下笑 不要這樣認真 這些都是會令到她 歡喜 所以你想你的丈夫 更加 愛你 歡喜你 你是要引導她 但又沒有壓力 就不要說 你又沒有做的 你要做多一點 她就不喜歡 因為你就是 牽著她的鼻子走 而你說 你陪我 很開心 她覺得被需要 她覺得被需要 被體重 所以男人是覺得 體重尊重 女性覺得被呵護 她覺得被體重 你會需要她 喜歡她 有些反應的時候 你說你做不到 你就祈禱神阿幫 我真的覺得 所以聖經講 順福你的丈夫 順福 順福就是 因為太多女性 太容易做一家之主 因為那個責任感 很容易 一家事 都要管 就算 你的智慧 高於你丈夫 希望你不要放安心 如果你經常說 我丈夫的智慧低於我 你的無言無語 就會顯露出來 說一句說話 你彈出來 你很低能 對 對 這樣 她肯定 肯定會覺得 你是另一個男人 並且一個更高的男人 對 她不覺得娶了一個女人 她是娶了一個男人 這樣的時候 她不會覺得 被體重 而男人很多時候 不被尊重 她的智慧會降低 為什麼呢 不被尊重 她的智慧會降低一點 不被尊重 她就會不懂得說話 她不懂得回應 不懂得怎麼做 即是 建立關係 但當你 令她覺得舒服 她的智慧又會正常 反正她很輕鬆 就不正常 讓她舒服 舒服就會有智慧 舒服就會智慧 還有 有時太太的欣賞 她就會有自信 因為智慧跟智慧有關係 很簡單 你站在一群人面前 經常覺得她們每個人都在談 你站在台上便會震震一下 但如果你覺得她們每個人都 嘩 你上來說話 很開心 那你立刻信心大爭 跟家人一樣 如果太太 令她覺得信心大爭 她就會很… 她說話定了很多 但事實上 很多時候 結婚 太太就說 你這麼不得大體 在我家人面前都不會說話 她會說她很多事情 就是普通一個人都會說 為何在我家人面前都不會說話 越是這麼說 她就下一次越不會說話 她會一見親她們便會害怕 怕了一半人 也會害怕太太 所以這就是一個智慧 就是你欣賞她 你建立她 她便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丈夫 同樣的丈夫 愛妻子 開活妻子 妻子都成為一個更好的丈夫 不過很多人就是不肯 基本上兩個都不肯 兩個都不肯放下自己 所以丈夫又不肯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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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愛她的太太 而她的太太也都不願意… 就是好像天卑或者需要她來到… 讓她覺得被看錯了 口令… 咱們不肯… 等她… 默奥… 滿山道山… 聞不肯… 張… 餒… 拐… 不過… TU… 又… 我們… 沒有… 快點… 快點… 滑…